歡迎你鎖定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 來關心在新北市板橋 有駕駛在路口沒打 方向燈就轉彎 迎面擊落了機車騎士 害人慘衰 之後波及後方的另外一輛機車 而在苗栗嘴首國中生 疑似是為了搶壞他狂奔 違規穿越馬路 迎面而來的汽車 來不及煞車 當場將人撞飛 他的鎖骨也被撞斷 急車往前執行 經過路口下一秒 捧得好大一聲 對向左轉紅色轎車 當場僵人擊落 騎士連人帶車摔下 在波及後方 立民急手騎士 一連駭兩車連環道 地點就在新北市板橋 轎車無視距離 一機貼這麼近 沒打方向燈 想轉就轉 硬彎和兩車車損人傷 驚悚瞬間還有這氣 車輛通過路口 左側突然衝出人影 15歲的國中生闖進車道 駕駛根本來不及反應 一聲聲將人撞飛 男同學彈到硬輕蓋上滾了好幾圈 只見他艱難起身一搏一搏 苗栗後龍國中生貪快傳馬路 被車撞而骨折 多處擦錯傷 再把鏡頭轉到新北市板橋 阿伯緩緩緩通過路口 右側黃衣騎士到路口時 車速卻不慢 爛腰狠撞上對方 猛力撞擊 86歲的阿伯 彈飛到地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急著還噴到對象 尖叫道場緊急將人送醫 好在最後搶回一命 同樣生死一瞬間 貨車站要通過路口 此時機車油門催到底衝出 當場一面猛撞貨車車身 外送員人車卡在車輪底下 動盤不得受困 緊急送醫後回復生命迹象 地點就在新北市三朝 港外送還是要注意安全 以免發生車禍 記者周佳文 多宇軒早報道 雲林陡南的這間超商 民眾募集一名男子 坐在用餐區 他竟然將一個大約 只有一歲大的小寶寶 夾在雙腿之間 讓小男童整個人懸空 他哭到臉部脹紅 不停地在掙扎 畫面看了讓人相當心疼 超商內出現驚人一幕 一名男子坐在用餐區 雙腿放在椅子上 沒想到兩腿間居然夾著小寶寶 一歲男童脖子被夾得緊緊 整張臉哭到脹紅 不停掙扎 令人心疼 仔細看小男童當時懸空無法掙脫 且下半身只有穿著尿布 沒有褲子 許多人擔心他恐繼續遭受不當對待 直呼大人太超過 要判刑 小孩子看起來很痛苦 在那邊挖挖哭 這樣很危險 他的脖子不怕他到時候不能呼吸 或者是脖子受傷 事發在雲林很快引發關注 社會處介入調查 沒有辦法發揮一個就是安全照顧 也發現有一些就是成就性的一些差錯傷 可能是一些兒女的傷 還沒有辦法去做確定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懷疑 寶寶年約一歲 而男子原來就是他的爸爸 男子年近七十沒有工作 經濟弱勢是中敵手入戶 不但沒辦法給予妥善照顧 另外發現孩子身上還有新舊傷痕 社會處緊急將男童送往安置 現在還要加強親子輔導 若未來人無法改善 不排除申請保護令 確保孩子安全 記者六明城 王仕函 雲林採訪報導 前台北縣長尤青的兒子尤昭文 現在是第一金投信的董事長 今年五月他開車 經過總統府前 不但違規左轉被警方攔茶 還被發現有濃濃的酒味 酒廁值高達零點二八毫克 當場被上銬逮捕 而檢方審卓他沒有前科 還起訴一年 但必須要支付公庫三十位 來 零點二八啊 男子穿著休閒白T 竟在總統府前違規左轉被攔茶 全身散發濃濃酒氣 酒廁更是明顯超標 直接依法送辦 這個就是公共危險罪的部分 我們就是會帶你回去問筆錄 了解一下狀況 全證沒有多說配合警方辦案 而證明駕駛來頭可不小 原來他就是第一金投信 董事長尤昭文 今年五月在中正區重慶南路 凱達格蘭大道上違規 酒廁值高達零點二八 他表示是在前一天聚餐喝到深夜 台北地檢署事後沈卓 認為尤昭文沒有前科 犯後態度良好 予以還起訴 但必須支付公庫三十萬元 由昭文身家不凡 父親尤青曾任台北縣縣長 祝德代表 但他氣震從商 從基層海外證券交易員做起 成為第一金投信董事長 一度傳出是金管會主委熱門人選 如今卻因酒駕登上社會版面做了最壞示範 記者 臺北報導 台北市市林發生家庭糾紛 一對兄弟爆發口角 而弟弟是氣得報警要抓哥哥 警察到場之後卻突然反悔 反而是露營和警方對罵 另外在東區則是有歧視 沒有一招兩段式左轉而被警察攔下 還用中英文夾雜 不斷瘋狂的飆罵髒話 最後是賠了圓警兩萬塊 家人吵架弟弟報警抓哥哥 結果警察來又拒絕哥哥 被送醫跟圓警對罵 老母親待坐客廳 眼睜睜看著兄弟鬧劇 心痛但也無可奈何 因為兒子時不時就搞這出 陸警察PO網要公審 台北市市林這家人捐起口角 警察來當何事佬還被罵有夠為難 還有在台北東區 騎士標罵警察 不雅字眼還夾雜中英文 過了的話要兩段式左轉 有帶證券嗎 那個路不是才一道線嗎 為什麼不能定住 兩道 那我打一九就點子就不斷 違規左轉遭籃下 騎士理智線突然斷開 搭乍老闆姓的錢 以為老闆姓的錢很好賺嗎 一堆米蟲 健保一定會這樣打 XX 鐵飯碗 XX 自己違規 竟然扯上健保 還罵圓警是米蟲 越講越生氣 直呼不公平 寧願照逃 你直接罰我 你罰我兩萬掉銷牌照 為什麼前面那個女的 你不減指 不管圓警怎麼說 男子火氣超大 越講越氣 當街暴走 我欺騙那個 也是違規左轉 你不堅決 然後你來壓我 你罵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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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勢違規被開單釋小 出言入境 涉嫌妨害名譽遭提告 這下才知道 事情大條啊 最後以兩萬元 跟當事圓警和解 賠大了 只有張宗明採室 常常報導 巴黎澳運賽事的最後一週 不少結束賽事的國手 一早回到臺灣 桃園機場的二行下 湧入大批的人潮 羽球好手王麒麟的女友 也特別甜蜜現身接機 不要去引來了網友 批評狂酸她太高調 不過王麒麟在網路上霸氣 回應保護女友 至於抗愛成功的34歲 羽球一哥周天辰 也喊出四年之後想再戰奧運 而剩下臺灣首面奧運 射擊獎牌的李孟遠 在資格賽就叫出 神射手的表現 謙虛表示 對於射擊界只是小小的突破 希望未來有更多人 能拿到更好的成績 我想跟還在苦練的朋友們說 我也不是一個很有天分的選手 可是你只要努力 沒有不可能 另外爆雙參賽的 羽球一姐帶姿 已難得放下頭髮 不同於賽場上綁頭髮的俐落造型 也讓粉絲大讚超美 奧運好手陸續反台 也讓桃園機場 擊爆將近500名粉絲 辛苦他們 然後很謝謝他們為臺灣爭光 面對未來規劃各有不同 粉絲除了祝福 也期待留在賽場上的選手 下回繼續為臺爭光 記者預先行超文靈SG小組桃園報導 羽球天后戴姿穎下午回到了高雄的家 粉絲早就列隊等候大喊加油 而戴姿穎也說不是粉絲 應該算是鄰居 從巴黎回臺灣的班機上 也有感人的小插曲 機場暖心的廣播 戴姿穎說她全都有認真的聽 也曝光她的下一步 要先好好的休息 來專心養傷 而李楊和戴姿穎同框畅聊 小戴是難得長髮亮相 知瓜里楊很會拍 戴姿穎回到高雄 粉絲列隊歡迎高掛紅布條 是永遠的臺灣之光 非常感謝你為國爭光 他的精神算是讓我欽佩的 戴姿穎一早抵達桃園機場 被粉絲擊爆 沒有接受訪問搭上高鐵離開 說要把美光燈留給別人 回到高雄見到家人和粉絲 戴姿穎也幽默回應 大方公開下一步 有粉絲嗎 不是都是 來粉絲舉手 不是都是媒體嗎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這應該都是我的鄰居吧 大家都跑來看一下真面目 白燈來的 想要先休息一下 對 但是謝謝大家的關心 這次搭機返國 飛機上有感人小插曲 機長廣播超感人 同班刺著乘客感動臥淚 蕭戴本人也都聽到了 今天聽到機長的話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其實我的特別長 對 我有認真聽 巴黎奧運落幕 戴姿穎和李楊意外同框合影 小戴長髮亮相 兩人在車上暢談 一場奧運戰役 粉絲大喊 好好休息養傷 戴姿穎永遠是心中 最棒球後 小戴加油 我們永遠支持你 記者黃旋金線中高雄報導 去年民眾報復性的出國旅遊 也連帶提升了各個機場的運量 審計部最新的決算報告指出 去年桃園機場每個月平均準點率 只有不到百分之七十六 表現是不及鄰近的日本 新加坡和香港機場 而當中地勤作業而導致班機延誤 又比疫情之前增加了超過一成 暑假全民封出國 桃園機場時時刻刻都呈現 幾爆場面 甚至航班延誤 鄧步道行李等問題頻頻發生 神機部公佈最新決算報告 桃園機場去年平均準點率 竟然不到百分之七十六 輸給日本 新加坡和香港 地勤作業 安檢 電腦系統 當機等狀況 也都比新冠疫情前更糟糕 一個小時太久了 都十五分鐘左右 當然不是只有行李的部分 其實很多的硬體設施等等 也都是可以再做得更好 去年民眾報復性出國旅遊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二航廈 年容納客運量三千七百萬人次 去年就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航機服務也超過二十萬架次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分析 搬機延誤原因前三名 包含航班晚航 飛航管制 這前兩名占比都超過百分之二十 另外搬機調度大約百分之十八 至於地勤作業 導致搬機延誤 對此桃園公司回應將檢討入境行李運送作業 並請航空公司與地勤業者共同延商 優化行李運送流程 而目前第三行下也正在趕工 下回長假之前能否搬回一城 挽回國家門面 民眾都等著開 一片慢地狂滾 車燈掉下來很K後車 甚至巨大帆布蓋住 駕駛整路盲開規遮掩 過到緊急事故 別再蹴雷蛋 其實你能這麼辦 首先我們打開雙閃 通過中央後視鏡 觀察與後車之間的距離 並緩慢減速 事先被遮蔽 首先從後照鏡 確認安全車距無餘後 大方向燈緩慢靠路間行駛 但若是路上出現障礙物 究竟該不該閃呢 專家透露大家常做的 這個動作超知名 很多人的本能反應是 猛打方向盤來閃避 非常可能導致車體失控 非常致命 最好的方式是用 點煞的方式來減速 高速行駛下左右閃避 或是緊急刹車 恐怕釀成反覆連環狀 專家強調先以輕踩點煞 降低重擊力道後 再逐漸退入避車丸 或是路間 最能把風險降到最低 接著來去報警 這兩個關鍵證據可得保存 掌握行車影像與車損量 關鍵就離趙鬥 趙勢車主球場更進一步 國道開車目光要遠 車距又有遇到事故 緊張不能有 掌握又絕平安一路 跟著走 記者黎晴黃玉蘭特別報導 山溪有個一百多公尺高的洞穴 據說藏著三百萬年前的秘密 前塘江磅礡湧浪衝過來 在水面上洶湧狂奔 劇烈拍打上岸 第一次拍得像龍眼一樣 潮行千變萬化 兩片大浪緩緩靠近 對沖形成交叉潮 分成好幾個小丘 在江上奔馳 遠遠看就像是漁林 或是浪花均勻前進 形成波紋潮 光影交錯 然後吸引大批遊客來觀浪 都會導致觀賞者受傷 每年農曆八月十八 是最好的觀賞時間 潮高三到五公尺 杭州灣外寬內窄 容易巨浪 被稱為天下第一潮 重慶南川瀑布雲海超震撼 水霧蔓延 籠罩整片大地 蒸騰的雲霧 順著山勢飛流而下 吞沒群山 被稱為是天花板級的雲霧 因為山脈形四龍的背脊而得名 桂林龍脊梯田 占地一萬一千亩 總共有一千一百多層 最大坡度高達五十度 海拔最高有一千兩百公尺 當地特有文化 在兩千三百年前形成 四季有不同風景 春天欣賞水田 夏天滿片綠浪 秋天金黃稻穗 冬天有漫天飛雪 被封為地表最美曲線 甚至有千層天梯上隆己的美意 外面現在還是三十多度 一進來就到了零下好幾度 山西的萬年冰凍一塌進去 燈光閃爍 宛如地下冰雪宮殿 冰柱大道無法爆住 抬頭就有天然冰晶吊燈 一整排冰瀑布超壯觀 東高一百多公尺 分上下五層 三百萬年前就形成 跟外面溫差三十度以上 長年保持在-5度 薄冰的原因至今沉迷 一旦冰量減少 它還會進行自我修復 隱藏在山洞裡的冰天雪地 幾萬畝的寬廣梯田 美麗雲鋪映入眼前 或是具有衝擊美的潛塘江水 絕世美景讓人向往 記者綜合報導 你還懂得 driven 你在做吧 對我聽到 畫面 虜有 過